Hello 大家好 市面上有很多种类的代码 以下是其中几种 今天会和大家概略介绍一下二维码 也就是QR Code 首先我会讲一下什么是QR Code 它里面隐藏了什么呢? 它有什么用途呢? 然后看一些例子 我们最常见的代码有 条码 也就是Barcode 它是一维的 也就是One Dimensional 只是用一组的平衡直线来储存资料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是QR Code 它用一组的黑点和白点来记录资料 掃描器 也就是Scanner 会由上到下 又到左来读取资料 因为是用二维的方式 比较一维的Barcode QR Code可以记录更多资料 什么是QR Code QR的英文是Quick Response 它和围棋很相似 都是运用黑点和白点在一个座标底板上 电脑的主要概念是用0和1 QR Code的白点代表0 黑点代表1 根据资料显示 现在有40个版本 版本号码越大 储存资料越多 版本1 是21个Pixels 也就是像数点 乘21个Pixels 版本40是177个Pixels 乘177个Pixels 那么一个QR Code 有那么多不规则又密密麻麻的黑点和白点 究竟它隐藏了什么在里面呢? 首先,每一个QR Code 无论大或小都有三个大小一样的图形 在三个角落 来帮scanner确定位置 比较大的QR Code 才有这个图形 来帮scanner确定对位 来确定QR Code的版本 亦都帮scanner确定直行和横行位置 代码的种类包括数字 字母数字符号 看字 bytes 关于bytes 每个英文字占用一个byte 每个中文字占用两个bytes 除了这四种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显示信息的长度 例如,如果信息是14bytes 而进制的表达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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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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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在QR Code的颜色代号就是 白白白白黑黑黑白 根据QR Code G字形的编排就会是这样 在QR Code里面 你就会看到这样 这个图例显示了主要的区域分布 每一个QR Code都存了很多资料 它的资料储存方式是 由右下角开始 然后G字形向上或向下 向每个两直行储存资料 当两直行储存了资料之后 会继续向左用同样的方法储存资料 在这个图样大家可以看到 头三直行的储存资料次序 这个图样显示了整个资料储存方向的流程 那么QR Code可以怎样用呢? 最常用的就是去到指定的网页 打电话 发出一个短信 发出一个电邮 下载档案 例如一个PDFR 去看一个地点 我准备了两个例子 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调查 我帮这个问卷也做了一个QR Code 当你用手机掃描这个QR Code 它就会带你去到我的问卷 我亦帮我的YouTube Channel做了这个QR Code 当你用手机掃描一下 它就会带你去到我的Ddubox Channel 多谢收看,下次再见,bye! Thank you for watching,see you next time,bye!